你知道瑞宇他穿衣服每次都不穿 他很愛穿在家裡穿那種細節帶一點 然後那衣都已經 脫到洞口超大 肉醋 乳頭 嗨我是Renny 我是霍昕 今天說走就走 要來開箱後面的WAKU WAKU Renny感覺很不舒服 超不舒服的 因為我今天腸胃椅 對今天即興腸胃椅 然後我們的G妹阿姨媽來這一天 對 我們整個狀態都是很不好的 為了要上片 然後講得好像很不想要開箱一樣 沒有啦沒有啦 這家其實我也是收藏了蠻久的 這間其實離我們自己住的地方蠻近 離青春集也很近 很近的地方其實有一些店我們都沒有去 這家店我之前也有看過他 我就覺得他蠻漂亮的 是在一個無心商圈 然後這附近有 台北醫學院啦 然後就很多學生 很多那種小吃壇 這算什麼 韓系還是日系 文青系 黃黃燈光 然後一些樹枝的地方 好啦那我們繼續開箱 走 走 反正這家店就樹立在這 這個蠻服務的啦 我個人覺得 到了Wakuwaku Pasta 欸 Burger 因為他因為有另外一間叫Pasta 他很奇怪 記憶力好差 腳上穿穿很難穿的鞋 不要囉嗦啦 好啦 走啦 對 說現在沒有位置要後衛 可是現場空位很多 可能都是客人的病座 好好先留 因為我們沒有定位 所以他在三小時 到一小時 對 他現在拉肚子拉到虛途 我是跟這台褲子一樣 怎麼 他很美啊 不是那種病態美嗎 我知道我今天有病態美 今天 有啊有啊 有病態美 呵呵呵 很舒服 有位置 去點餐 菜單 今天好像要吃清爽一點東西 對呀 你不然會落賽耶 他有5%的清潔費喔 每人低效一份餐點 不包含套餐 他有早午餐咖哩飯啦 漢堡盤飯 一些漢堡 那飲料其實沒有很貴耶 90到130 140左右 很清明 他好像很多都是炸的 我問他一下 不好意思 你們有不是炸的 結果我問完然後再點一個炸的 會不會很像 那你恰啊 你在跟我不專心主持 他整個人都呈現放懶狀態 這樣我獨挑大樑 我可以種很厭世的風格啊 厭世風格是我的路線 你今天跟我交換一下啊 我是大椅子啊 呵呵 你是小椅子 你要耍寶嗎 呵呵 我沒辦法 你今天太累了沒關係 耍不起來 對我耍不了 好我要點唱 太塌了 很厭世 怎樣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難得給霍欣服務 很誇張耶 他今天就放來了 我要講一下 我們要出門前 發現多荒謬的事情 就是我們家的霍欣啊 忘記拿錢包 他說 我鞋子很難穿耶 你可以幫我下去拿嗎 可是我鞋子真的很難走 今天穿那麼尖頭 這上上下下其實蠻不方便的 你有擦得透一些比較好 呵呵 這是我點的蘑菇濃湯 喝喝看了感覺還蠻濃郁的 我今天就不跟你們分析囉 什麼樣的口感興奮一下 嗯 他是偏濃郁的 不損 微甜 所以我有聞到他的香氣耶 感覺有蒜頭 這樣就很高的感覺 有蒜嗎 有蒜味 他有蒜片 黑板燒燒的那種 最近他其實在 到處都是風女的 裡面布丁 他們那幾次就在聊 他們自己的 日常美食口袋名單 布丁很推這一間 跟幾套餐 是有什麼 紅湯或者是 果汁任選 所以等一下結束的行程 就是喝紅豆湯 因為我有一陣子 就是長口紅豆湯 所以每次放假 我們出去玩的 結束行程都會 停留在賣紅豆湯的店 他們全部想回答我 我還說我配你的 你知道瑞琳他穿衣服 每次都不穿 他很愛穿細節奈內 然後他內衣都已經 脫到洞口超大 肉做乳頭啦 肉做一根乳頭 一開始 就覺得說就有人 很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睡覺有什麼好注意自己的形象啊 欸我個人很喜歡穿透透到不行的衣服 其實當然還舒服耶 有嗎 你們會跟我一樣嗎 我是可以理解啊 因為我T恤什麼 我會穿很久 但是如果真的太爛了 我可能會 就丟掉了 不然想爆料別的事情 想說你今天應該沒有一胖能力 其實沒有 我今天真的是 謝謝 這是我點的 鮮雞肉香醇野雷寶 我今天好像就適合吃 這種稍微清爽一點的東西 它好juicy喔 嗯 肉滿嫩的 我雞肉應該是跟我一樣 只是醬不一樣 對啊 欸你們吃太飽喜歡夾在一起吃 還是像我一樣很做 就是要分胎吃 我是分胎吃路線 因為我怕法律能會變熟 它麵包皮就是 鹽脆的 應該是有 烤過 它裡面有紅油 它們有奶油吧 有點微鹹鹹的 它水杯也會自自己的 嗯 這個啊 吃起來很清爽 會讓你覺得很用膩的感覺 那你的醬是什麼樣的果醬 真的 是果醬的感覺 嗯 有一點點那個感覺 嗯 我覺得搭的蠻蠻適合的 我忘記我點了 我要失憶 橫冰咖哩蘋果 你這樣也會忘記 我的媽呀 我跟GMAI送來的時候 我還想說 我到底點了什麼 立刻吃一點 我立刻失望 我吃了它的蘋果 蘋果OK啊 但它胖那因為這個熱熱的 肉上面 所以蘋果就熱了 講了一段廢話 我的咖哩 它應該是偏 覺得是鹹的 是那種日式甜甜的感覺 因為其實我不太懂 橫冰咖哩吃起來是怎麼口感 所以我沒辦法心肉 它寫橫冰 到底說應該像日式那種 偏甜甜的吧 哦 可以去有不同的口味吧 不是辣的 乳鹹 我覺得也沒有到很清爽 就是鹹 它點的是 肉桂蘋果豬排 然後這就是豬排 上面是 蘋果筷嘛 嗯 很像在吃一種肉桂餅 你知道那種餅 很甜的 然後那個肉桂味 還不錯的 甜甜的 甜甜口 但我覺得GMAI的那個不錯 因為它有很多那個 到底才是 我們吃完出來囉 Ranny呢 等場一直 呈現一個 閉著眼睛要睡覺的狀態 蛤 他說他現在頭很痛 對 像我剛剛好像沒吃完 那這家東西是好吃的 這裡韓國人超多耶 我們進來的時候有遇到 好像兩桌韓國人 對應該是特地來的 因為我們裡面看應該都是一些 年輕人或是學生 在附近很多商圈 其實吃完也可以到處 繞繞啦 吃吃別的小吃 還要吃 對我們今天所有人都到這邊囉 拜拜 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 請跟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下次見